主地開發基金在賺錢 它有三大基金叫私立重化區埃增多個平均地形基金 一年都繳十幾億 我去查了102年度繳庫的決算數是65億 多不多 不少 現在預算規模大概是一千億左右 九百多億 然後光這三大基金一年就給它60億 所以它債務當然比較少 因為它去開發土地嘛 去徵收民地啊 然後讓土地叫人變高再賣出去 這樣就賺錢 那我必須講 我這條路走個over的話就是什麼 苗栗縣模式對不對 苗栗縣 縣長有這種的強調說 我們大埔徵收之後 我來幫縣戶賺錢吧 他忘了縣政為什麼要賺錢 縣政我就把縣政做好了 你要賺錢幹嘛 對不對 但是私部門的概念 不是公部門的概念 先生我們要做就是讓地方的發展 發展得很好 如果地方確實有需要 你就去開發土地嘛 如果地方沒有需要 你幹嘛去開發土地去賺錢 為了賺錢而開發土地 這是很奇怪的邏輯 那臺灣市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政策虧型很大 他的舉債預算數很高 但是他的財政支出能力很弱 因為他預算編了 但是沒辦法執行 以前台中不是要什麼 谷歌和美術館嗎 那谷歌和美術館的錢哪裡來 是不是舉債來的 但是變成一個舉債數 但是沒辦法執行 所以他動之的 那個舉債數 舉債的實際數 剛才就是地方 問題就出在這裡 其實我必須講 怕舉債不做建設 這個心態就可怕了 台中市寧可 捷運都推動了 但是也不要說 按理區有債 但是你不用 這是真的你需要用 你就去用嗎 這個才是 還有時間喔 可以講到11點 不然